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Linux的视频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Linux是 Sager网站围攻计划 其实是压力测试的好工具 今天我给您介绍一款Linux的下 咱们用于做网站压力测试的工具 Sager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您不要用它去攻击别人的网站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是用Sager压力测试工具 测试我们网站的负载能力 这才是它主要的功能 没有之一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同时 今天我的课件的内容 都会放到我小马部落 Disco的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进我的专区下载今天的代码 好不好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先给您访问一下 它的官网 给您访问一下 其实它提供了好多的工具 不仅今天给您介绍的Sager 还有好多好多 包括代理服务器等等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都列出来 然后咱们今天采用版本 试试大家请看是Sager 4.0.7 咱们用这个版本进行安装 安装好之后 咱们测试哪个应用 就测试上次我给您用Doker打包的 那个express.js 我自己写的这个应用 咱们今天就压力测试它一下 好不好 OK 那咱们马上开始 然后另外是这样 因为这个包不被YUM APT的信息库所共有 所以说咱们如果想使用最新的Sager包的话 今天我给您演示 咱们如何通过下载原代码的方式 安装这个包 咱们通过下载原代码 通过打包编译 咱们自己编译这个原代码的C++的程序 应该是C原程序 咱们完成这个Sager包的安装 好不好 咱们就开始 我到今天为止 以前我给您做的视频 几乎咱们都是用YUM 用APT进行下载二进制已经打包好的包 对不对 不了 今天咱们下载原代码 咱们直接编译原代码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首先我还是给您进入Amazon的一台服务器 进来之后咱们先清屏 然后安装必要包 首先YUM本身先做一个更新 开始 更新 最新的没问题 清屏 然后咱们再执行一些C++ 必要的开发包的更新 好不好 Go OK 我的本地说明也都是最新 包括CR加也都安装完成 那么咱们下载这个原代码 好不好 下载到本地 我看 咱们本地目前只有一个 我上次给您演示的 Express的外部应程序 对吧 好 咱们下载这个Sager 应该叫Sager 是吧 OK 然后咱们清一下屏 IOS看一下 确实下载完成 然后咱们通过TATXVZF 进行解压缩 大家请看 这都是原代码 对吧 然后再清屏 然后干什么 大家请看 这行代码是这样 据说您下原代码之后 这个文件您要不要删除 如果想删除的话 您就把它删除 不删除它也没关系 那咱们今儿不删了 好吧 咱们进入这个子目录 给咱们压缩之后 有这么一个子目录 对吧 大家请看 这都是它的原文件 那么怎么办 咱们通过Configure命令 以前 其实我在装阿帕奇的时候 我不是通过apt 什么yum进行安装 而是通过下载 阿帕奇的原代码进行安装 这个我真的是做过 怎么做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您要做一些Config设置 比如说 您要打包哪些个模块 比如说 您要安装到哪个路径下去 在这个地方 全部可以自己手工设置 今天咱们什么都不设 就只一个Config 然后加上一个Mac 两个同时做 这一看就是C元编写的 好 清一下屏 然后咱们设置 并且Mac它一下 非常的快 也不快 比咱NPM还是慢点 大家请看 正在打包链接 OK完成之后 这非常熟悉的 完成之后 清晰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还装上编过 这个里纳克的C元 好 然后咱们怎么办 大家请看 通过Mac install 进行真正的安装 够 没问题 安装去非常快 因为打包Link稍微花点时间 然后把它的文档 拷费到咱们当前的跟路径下 没问题 然后 然后咱们就可以使用了 咱们在刚才的安装途中 没有报任何的错误 对不对 那么怎么用 咱们首先先做一下 咱们安装版本的确认 好不好 我清一下屏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我安装的版本是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407 这个是咱们刚刚看到的 它网站的最新版本 没问题吧 咱们本地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然后怎么办 然后是这样 大家请看 咱们就要做开始测试 并不是攻击 是开始测试 怎么测试 大家请看 我通过这个命令 我给您讲解一下 咱们先敲这个命令 然后敲一个钢C 钢C什么意思 Client 就是说 我有一个客户端 对吧 然后每个客户端 发出五个请求 对吧 然后我在发出请求之后 压力测试 结果会给我写个log 然后大家请看 我向哪个URL 发出请求 这个非常重要 对吧 咱们自己开发用程序 或者您公司开发用程序 您在真正上线之前 是不是要做到一步压力测试呢 那么咱们这行命令 就是在做压力测试 我在测谁 我在测我自己 这个AIR路径 我这路径是什么东西 给您看一下 这是我的网站 对吧 敲 怎么敲成点了 ERROR 咱们其实就是在测这个路径 为什么 这个路径会在咱的Express.js里面 抛出一个例外ERROR 对吧 咱们就测它 然后是这样 我测它 咱们怎么能看出来测呢 所以说 我需要再给您开一个终端 对吧 咱们再开一个终端 这终端干什么 咱们去监视一下 咱们的服务器端的LOG 对吧 看看咱们却是不是 接收到了压力测试的信息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我先做个清评 然后Docker PS 咱们实际都在 对吧 然后咱们选Docker logs-f myweb myweb 预定起来 大家请看 这个LOG 就是咱们服务器端正在访问的LOG 您要不信 我再给您访问一下 比如说咱们再访问 再多访问几次 好 咱们看一下LOG 大家请看 输入这么多LOG 对吧 说明咱们可以监视服务器端的LOG 那么我就要执行了 咱们执行 咱们代码干什么 大家请看 Sager 一个客户端 然后发出五次攻击 五次请求 然后写一个LOG 同时攻击一下这个网站 对这个URL进行压力测试 好不好 咱别老说错 好 那我们试试 马上开始 大家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测试完成速度就是这么快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服务器的LOG 大家请看 确实生成了五次访问的记录 对吧 咱们测试成功 咱们再来一个 比如说 咱们再测一个 每一个客户端 每个客户端 发出十次请求 还向这个URL 好不好 咱们试试 我先给大家清一下评 好 注意看 Go 又发了十个 但是因为这个十个 而且是我本地测试 其实非常快 比如说你要测试一下 微软公司的URL 那肯定就慢了 你测试Google肯定就慢了 对不对 但是不要测试这些公司 为什么 它会判断您的IP 如果您要是真的对它进行压力测试 攻击的话 它会把您的IP禁掉 这样您以后就不能使用Google 不能使用微软的服务了 对不对 好 大家请看 咱们在测试期间 又接收到了这么多的log 对吧 OK 咱再比如说 比如说 大家请看 我发 我用十个客户端 每个客户端 发十个请求 相当于是说 100次请求 对吧 然后再向这个IR路径的进行发射 咱们再试试 咱们怎么今儿就跟这个IR路径干上了 再试试 Go 稍微慢了一点点 但是也结束 咱们再看一下服务团log 又输出这么多log 但是大家请看 这log的顺序就不对了 有的时候是中间键输出信息 有的时候就是系统podslog 对吧 这就不稳定了 对吧 然后是这样 我轻下评 咱们在本地生成了一个log日志 我看看在什么地方 不在这 在咱们的 应该就在这 稍等我看看 我这个应该就是当前部下生成一个log日志 咱们用cat命令看一下 我这眼神最近不太好 找到了 找到了 不这了吗 对吧 咱们刚才生成了 唠个日记 咱们把它打开 大家根本就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对吧 我给您缩小一点 先清一下评 把我的这个 控制还缩小一点 这文字您看起来可能稍微有点模糊 对吧 但是没关系 log咱们看得清楚了 大家请看 在一行输出 输出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输出了这么多个字段 每个字段都是什么内容 咱们往后看 我在下面给您写了 大家请看 咱log日志 都有什么信息 我给您写出来 比如说 咱们当前的日期 然后您请求的次数 是这个transaction 请求次数 然后处理的时间 然后数据传输量 平均响应时间 每秒响应数 包括吞吐量 以及并发响应数 这都是看咱们的服务器员 能不能承受并发能力 对吧 然后成功数 失败数 对吧 大家请看 我虽然请求这么多 但是您看最后 OK数是零 对吧 失败数是这么多 我不管是五次 还是十次 还是最后的一百次 我都失败 所以说 它记载住了 咱们这些请求 全都系统抛离外了 对吧 OK 那比如说 咱们再来一个 如果我访问的 不是Azor页面 我访问的是根页面 对吧 咱们再试一次 还是十个客户端 每个客户端 十次请求 一百次请求 咱们的根 咱们再试一试 Go 请求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漏个确实 帮帮帮 数这么多 对吧 后台漏个 然后回到这 咱们再清一下屏 看一下咱们攻击之后 咱们测试之后的漏个 大家请看 在最后一个 这出来了吧 事务一百 然后最后成功一百 然后并行数是9.3 对吧 只能看到传输率 您在这个地方 就会得到您访问的 这个URL的 一些个平均压力测试后的信息 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咱们不光是攻击网站 咱们主要是测试 咱们自己的应用的 一些个负载能力 行不行 对吧 OK 这还没完啊 为什么 因为我通过这个命令 仅仅给您演示了一下 咱们测试一个URL 咱们网站中 可能有上百个URL 对吧 那么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给您写上了 咱们随机测试 什么意思 我在本地 咱们编一个URL的 这么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 是纯文本的 我把我要测的URL 一栏表 都写在这个文件当中 然后咱们 在指定测试压力参数的时候 咱们就不指定这个URL了 咱们呢 只用-F这个命令 咱们指定这个文本文件 那么它会怎么办 它会随机到这个文件里面 取到一个URL进行测试 大家能听明白吗 对吧 OK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咱们网站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么比如咱们网站 有这个用户 用户功能 商品功能 对吧 有这个广告功能 有新闻功能 咱们把数据列表 都放在这 然后咱们进行一下压力测试 如果哪个页面 发生的失败次数最多 就说明那个页面 编写逻辑有问题 您说不是吗 是吧 OK 那咱们就实际操作一下 比如说 我拷贝这个文件到这边 我现在可以把屏幕最大化了吧 对吧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好 咱们nano编写下这个URL 然后把我要测试的这几个URL 通通都考过来 存盘退出 然后清一下屏 然后我用这个命令进行测试 咱们选择10个客户端 然后每个客户端发出5次请求 请求内容的不一样 咱们去测试一下 看看咱们网站 是这样 客户端数量 是决定您的网站 这个并发能力强不强 每个客户端的请求数量 是看您的承受 用户处理 业务逻辑的能力强不强 好不好 一个是并发数 一个是处理计算数 两个能力都会测试到 好不好 咱们这回是10客户端 5个请求 也就是54的请求 好不好 试一试 Go 大家看看 他在给咱们随机测试 然后咱们看一下服务器的log 大家先看 各种各样的log 全都出来 对吧 一不了然 对吧 你干什么事了 我这都能看得到 对吧 有没有成功 有没有失败 也都可以看到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加大一点 比如说 咱们加大到 100 然后呢 每个客户端 发10次请求 也就是说是 100个用户同时上来 然后每个用户 点击咱们网站10次 好不好 咱们先清一屏 好 再来啊 对吧 100个客户端 然后呢 每个客户端呢 请求10次 看这个数据怎么样 您可以加了到 1万1万 但是别这么样 那真的构成攻击了 好 咱们试试啊 Go 有点慢了啊 好 完成 完成之后 咱们看服务器端 又是输出了 你看 就以这个Azure为主了吧 是吧 OK 然后咱们回到这 清一下屏 然后呢 缩小 干什么 打开 打开咱们的 C 露个日志 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最后的这次请求 成功了 1000次 失败了200次 大家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OK 这就是咱们压力测试 咱们网站 看到咱们网站 是不是能进入住 并行进入住 负载的压力测试的 一个非常好的评价工具 我认为呢 是非常的不错 今天呢 就推荐给大家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一个小的工具 对您测试压力网站呢 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希望对您的工作学习 有所帮助 好不好 好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样 我今天的文档呢 都会放到小马部落 Discord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呢 就下载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么多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